前面是有一处宴会餐厅 发生了越南移工交砍的事件 突然有七名二少拿着西瓜刀 冲到了餐厅里头来砍移工 后来警方调查 莫欢的主席还是一名越南籍的配偶 他跟老公经营舞厅 吸收了同乡来重大声势 这个宴会厅当中 当时一群外籍移工正在里头办同乡会 然而这时候来了好几辆车 以及好几人拿着刀谢 就往里面朝移工蒙砍 公主专门来锁定废弃的民宅进行大冒险 凌晨跑到了台南的台延废弃员工宿舍 本来后一开始发现讯号怎么慢慢不稳 而且飘出了阵阵恶臭 后来金局里面有一具遗体 所有人立刻吓到 还有人吓到吐了出来也立刻报案 后来警方调查 紫绣身上没有证件 目前身份不详 这一段监视器又留下了什么样的线索呢 是高雄发生这一起非常离奇的失踪案 有一名男子是到养虾厂来做工 说要去上厕所 却被监视器拍到 他突然的拔腿狂奔 看起来好像有人在后面追他 不过怎么看画面都只有他一个 就这样失踪 后来呢他又突然接了电话 打给女儿报平安 由于现在都还没有现身 家属仍然无法放心 有一次声在饭店的员工爆料说 饭店第一轮的buffet 用的呢都是前一天加二的剩菜 还说呢就连牛排的酱汁 都是粉下去调的 我们也实际找到了这名员工 他说早期饭店业有剩菜复热状况 但现在类似的情况比较少 前饭店从业人员在节目上面爆料 说有一些饭店的业者 会把隔夜菜加热之后端出 甚至您所看到的这个牛排酱汁 都是用粉来调制的 震惊不少的网友 让人也好奇实质大洞的美食竟然存在食安一律 所以我们饭店承担不起这种责任 大家都会残留 为了保持新鲜又要兼顾环保 五星酒店以首量精致化为原则 强调无论如何食材绝不会隔夜 民众不必太过担心 东西新闻 的确现在也让人好奇哦 饭店这么多吃到饱 没有吃完的食材 有没有可能保存起来隔天再用 叶球也表示 每一天餐点都是新鲜现做 而且没有吃完的 就会通通倒倒厨鱼 就连喝的饮料也一样